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下面来关注一下经济低迷 落势降低房租 吸引客源的新闻 新冠疫情导致全美经济成低迷走势 有经济学家分析 未来不排除出现像10年前的大衰退现象 而房屋市场也受到波动 其中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全美主要城市的房租都在呈现下降趋势 房东们也试图通过降低租金来吸引不断上升的空置率 多个数据来源显示 这次租金下降主要集中在高端市场 但是也有迹象表明 低端市场的租金也出现了小幅度的下降 房地产公司的数据显示 截至上周四 洛杉矶线所谓的A类房产 也就是青奢类社区 平均租金要价自3月初以来下降了4.3% B类房产的租金下降了2% 而C类房产降幅最小为0.2% 行业分析师说 这种情况在经济衰退中很常见 也就是说 一般高端公寓的租金比面向公交车司机 服务员和工厂工人的公寓下跌的更厉害 Rio Page首席经济学家格雷格·威利特表示 在经济衰退中 C类建筑的租金降幅往往会比较晚的出现 他预计即使降幅可能不会达到新建筑所能达到的水平 但是 C类建筑的租金降幅最终也会在这次衰退中继续扩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